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俩 就得你别吓你太重了 这可是我未来的岳父 借过借过 来 让一下 请让一下 别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就跟着我混 保你有个一官半职 我现在就是六品瓜了 你能保我上极品 干什么 还愣着干嘛 别打了 别打了 你淋没 别打了 你们快把我放啦 放开我 师兄 我来助你 给我上 放开我 师妹 你下山了 是啊 你们死定了 上了我九门提督府的人 让我爹知道的全都让你们死个痛快 我先让你来个痛快 师兄 我功夫练得不错吧 不错 师父啊 天天念叨你 你快回去吧 我先办正事 好 王大人 这次微服出巡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把八言给抓回来了 什么 你可知道他是九门提督诺青的独子 知道又如何 他七男霸女横行皆道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仗着他爹是九门提督知法犯法 为什么不能治他 反了你了 咱们顺天府就是个三平衙门 你能跟九门提督府斗吗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更何况这八言已经无法无天了 还有句话叫官大吉压死人 更何况他家又是皇亲国戚 皇亲国戚又怎样 我王成林偏偏要治这种恶霸 我跟你说不了理 那我以代理顺天府福尹的身份命令你放人 你听见没有 行 人被我绑在大堂上 要放人您亲自去 你去吧 你 简直胡闹 李大人 您来了 赶紧给八言贝勒送马 李大人 这 这合适吗 这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得罪了九门提督 咱们衙门还好得了啊 听见了啊 松宝 咋 大人 要不要先把他叫醒啊 听听听听 赶紧给我准备两台大教 我要亲自把他送回九门提督府 听见了吗 咋 你这是又跟谁志气呢 还能有谁啊 当然是咱们那个顺天府代理福尹 李大人了 怎么 他又把你抓来的人给放了 他一天到晚说不能抓这个不能抓那个 这呀就是精官难做 他现在想当正式的福尹 这个节骨眼啊 当然不能出错了 那咱们这个顺天府废了得了 又不能惩治那些真正危害京城的人 凡事啊都得讲究个方法 像你似的 冷头枪抓一个人来 就要给人家治罪 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成 这是京城 那可不成 就是啊 师兄 你就是个冷头青 你才冷头青呢 好好按你的肩 别插嘴 这杯是我的 你想喝啊 自己拿个杯子去 那我拿壶喝 你脏不脏 别人还要喝呢 行了 这杯给你 这还差不多 爹 你看他们还敢打我 都疼死我了 我 我要把那个顺天府的通派给抓起来 把他的肉一刀一刀的削下来 爹 你倒是说句话呀 爹 提督大人 是杯子管教不严 才让手下得罪了八言贝勒 还请大人降罪呀 圈子在外面惹的事我都知道 不怪你们顺天府 爹 这事咱不能就这么算了 李大人 起来说话吧 卑职不敢 刘月刘大人生为左都御使 现在还见着顺天府府引一职吗 是的 现在赞有备职代为管理 本来我想向皇上举见几个人才 今日见了李恒大人 觉得李大人就是堪当此人的人才啊 大人您谬赞了 大人您谬赞了 还需要我们共同合作呀 保护好京城治安呢 是 杯子定当捷径全力 嗯 下去吧 杯子告退 来人 送李大人回府 走 爹 你 你怎么抓着他这么走了呀 我 大人 用不用帮公子出口气 对对对 爹 你闭嘴 你小子再不管你 就要上天了 你让你那几个兄弟 我那三个兄弟 对 在外上帮我们收账那个 叫什么名字 王大年 让他 赶紧点八言 去杭州 爹 要不你就给我惹大话了 是 我这就去办 大年 大年 陈大哥 出来 终身弄鬼的 嗯 陈大哥 你这几天 有没有见过老袁和老谢他们 没有啊 我一直在府里忙 我这几天一直在找他们 怎么找都找不找 会不会出什么事的 有诺亲大人在 会出什么事 我这心里还是惶惶的 要不你再找找他们吧 行 跟你说个正事 我给你个差事 送白颜贝勒去杭州 好 他俩都有身为福音的可能 在这儿较着劲呢 不过我更看好王成林王大人 年轻有为 刚上任的时候就发誓 判案不用刑法 判案无数 深得刘大人喜欢 这可不见的 我二觉得李恒大人跟我希望 你看啊 一 他跟随刘岳大人多年 二 他还是刘大人的学生 再说了 现在的关系不是和九门提督 行了 别扯皮了 好好当差 快追 是 这应该是死者的遗书了 一般死者自艺 都会选一个对自己来说 意义重大的地方 就算有遗书 也都会随身携带 可这张纸 是在死者尸体下面发现的 总有不一般的时候啊 喜冤极录咱们也都读过 这死者闭目 溢处在喉上 所以不吐蛇 我刚刚也爬上去看过了 双耳后有紫黑色雷痕 明显是自艺而死的 你看 此人打扮阔绰 就算是自杀 也会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吧 有钱人的生活你懂吗 你不懂 王大人 你是不是有意针对我啊 你可别忘了 这个现场可是我先到的 就算是有我主审的案子了 李大人息怒 你我同在顺天府当差 重要的事情 当然是一起把案子查明白 我只是不想 这么快下结论而已 那你说怎么办 我看还是先把尸体运回府衙 让各处里长来认人 通知死者家属 若无其他隐情 再结案也不迟 就与你吧 高门头 升桃 雷武 夫人不必过于悲伤 跟本官说说 你相公出世以前 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比如说安排了后世 立了遗嘱之类的 回大人 老爷并没有什么安排 出门的时候 就是说出去办事 没想到 竟然成了永别 我们日子过得很好 老爷怎么可能自杀呢 还请大人相查呀 那他有没有说 出门去办什么事 有没有人带他或跟他一起 敏夫从不可谓老爷的事情 他为人孤僻 出门从来都不带家丁 你看 性格孤僻之人 经常会出现类似的字役案件啊 更何况 以前还做过错事啊 以前做过错事 敏夫不明白 官医 在 给他看看吧 这是我们在你相公遗体身边 发现了他写的遗书 大人 这也奇怪 老爷生前大字不识 大多书信都是由管家代笔 怎么可能写成遗书呀 大人 看着自己像是管家张顺所写 李大人 我看此案并非死者自义这么简单 请大人为民夫做主啊 夫人放心 我和李大人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多谢大人 关饭头 在 去把原家的管家张顺带到 找 徐夫人 你可以先回去了 谢大人 罗师傅 罗师傅 二位大人 你们怎么穿着官服就进来了 一会儿还要再升堂 来不及换 小果 快去 给两位大人拿罩袍来 好 免得熏臭了官服 小果是出落得越来越漂亮了啊 要不要李大哥给你做美嫁个好人家 李大人又说笑了 两位大人 死者现在才开始出现僵硬 处在死亡后三到五个时辰 应该是昨天夜里死的 除了颈部勒痕 没有其他伤处 也没有中毒的迹象 可以确定是自一而死 身上有一些旧伤 前胸是刀伤 前臂有剑伤 看起来 曾经是江场上的将士 所以说呀 肯定是自杀喽 但那封血书怎么解释 我不信就凑巧落在死者旁边的 李大人 根据血书上的内容推断 死者生前做的事情 让他结下了仇家 要以命偿还 我在猜想 这个仇家当时就在现场 逼迫死者自杀 并且留下了血书 刚刚徐夫人也说了 血书上的字迹 是管家张顺的 你说这凶手 会不会是他呀 这个还不太确定 不过总算是条线索 回事 两位大人 张顺已经带到 圣堂 微物 你是何人 为何堂上不跪啊 回禀大人 晚生张顺 五年前会是第三十七名 重共事 原来是有过功名之人哪 既然大家同为读书人 你自己招吧 你可知罪 大人 晚生何罪之有 你家主人吊死在城外废屋里 身边有血字纸条 经过你家主母辨认 上面是你的字迹 此事肯定与你有关 还不速速招供 大人 晚生冤枉 为什么你的字迹 会出现在现场遗留的纸条上呢 官医 在 给他看看 大人 你我都是读书人 应该知道仿造别人的字迹 并非男士 怎么能单凭一张字迹 就认定是我逼死我家主人的呢 大胆刁明 还敢狡辩 左右 重打二十大板 是 且慢 大人息怒 容我问两句 好 你问吧 张顺 你既是会考第三十七名共事 成绩如此优异 怎不继续恩考 五年前 晚生家到中落 沦落京城 靠带写书信艰难为生 若不是家主赏我一个管家的差事 我恐怕早就饿死京城了 带写书信 大人 家主对我恩重如山 我怎么可能加害于他 如果我当时真在现场 我肯定会拼命阻止的 那你家主人离开之后 你在哪 这个 说出来有辱斯文 怎么支支吾吾的 弹奖无妨 小心本官再动板子啊 大人息怒 晚生平时都在家主家中等候 随时听候主人差遣 但家主平常出门 都不会带着仆人 所以 晚生平时 就到醉春楼消遣几夜 可有人为你作证 醉春楼的王妈妈 还有月清函姑娘 可以为晚生作证 关门头 在 去醉春楼带王妈妈和月姑娘 王大人 你居然真的不知道啊 还让个班头去带人 一个清楼而已 我们顺天府为何不能去带人 这醉春楼啊 可不是寻常的人肉厂子 里面的姑娘 各个能闻善悟 客人都是达官贵族 咱让个班头去带人 这王妈妈 要是向那些贵族老爷们告状 你我二人可不好受场啊 那依李大人之见呢 所以说 咱们得亲自去问问 王妈妈 瞧呀 这不是李大人吗 瞧瞧 您今儿这么着急来见红姑娘啊 连官服都没来得及换 要您今儿带了个 这么俊俏的官老爷啊 王妈妈 您说 今天我们来呢 是为了一件人命官司 要李大人 瞧您这话说的 您可是我们这儿的常客呀 您应该知道 我们这儿向来都是和气身材 怎么会跟官司扯上关系呀 是有个嫌犯的供词 说自己不在案发现场 还请王妈妈 您给证明一下 谁这么晦气 缠上官司了 是一个叫张顺的管家 您是说张管家吧 我知道 他昨儿个还来找岳姑娘扶琴来着 今儿早上刚走 你确定吗 这位大人是 这位是我们顺天府的通判 王成林 王大人 咱还是本家呢 说不定五百年前 咱可是一家人 就您这样的 我跟你说呀 您是个文静人 就适合找个活泼的姑娘 欣欣 来 欣欣 欣欣 王 王妈妈 我看咱们还是先把岳姑娘叫下来 给张顺做个证 去把岳姑娘给我找下来 这边请吧 走吧 来 王大人 喝茶 来 李大人 小女子月清寒 见过二位大人 不知二位大人前来 为了何事 原家的管家张顺 说昨夜在你这里过夜 你能证明此事吗 是 张公子昨天 是在我这里过的夜 他一整夜都在吗 大人 我能证明的是 我是叫钱他在 我醒的时候 他也在 小女子这样回答 大人可满意 今天有劳王妈妈了 客气 有空常来玩啊 李大人 咱们走吧 嗯 走吧 要 这就走啊 嗯 您不玩会儿 嗯 去 王大人 这回可以结案了吧 李大人觉得呢 咱们不是已经确认 私者是自杀了吗 再说 张顺也有不在场的人证 依我看 就这么结了吧 程林兄 我须找你几岁 有几句话 我得跟你说道说道 你的这种执着的精神呢 我很佩服 但为官处事之道 你得跟我学学 在京城为官 哪有不来这种地方 维系关系的呢 下回再来这里消遣 寄我账上 算为兄 我请你的 告辞 他不光判案马火 还在青楼思绪窃室 这就犯了两条官律了 他还教我怎么当官 他端案的数量 可是你的两倍啊 师父 还不知道他判了多少冤案呢 就比如今天这个案子 官断十条路 九条人不知 他本来就不是断案子材料 可是他在官场上 上下打点的能力 可比你强多了 那李恒早就把你当成竞争的对手了 小心他在暗中给你使绊子 我才不想当什么福尹呢 我就是不希望这天底下 有这么多冤假错案 师兄 你自己不想做福尹 也得替我做 把那个李恒赶走 你今天也看见了 他敢调戏我 李大人是在帮你找婆家 还说人家调戏你啊 爷爷 我不找婆家就不找婆家 老这么说烦不烦啊 爷爷 你就这么不喜欢我啊 想把我赶紧嫁出去 是不是啊 你整天耍贫罪 师父不烦你才怪 你不想嫁人 那是因为没人敢要你吧 你再说一遍 你给我站住 让你欺负我 你给我站住 爷爷不欺负我 爷爷不欺负我 好了好了 都别再闹了 咱们还是先吃饭吧 爷爷饿了 来吧 好 你又怎么了 你这是想闲死我呀 不嫌啊 爱吃不吃 不过啊 爷爷想喝口酒 让你师兄陪着我喝两口 你去 到后院取一坛子酒嘞 好 今天果果陪着我检验了三具尸体 整整一天 满屋子的尸臭 就算鼻子塞了药棉 也还是会受影响 怪不得蔡左仙了 他整天说想做女舞座 你说我这个当爷爷的 能让他干这个吗 您放心吧 师父 回头啊 我劝点他 不是 你这孩子挺聪明的 怎么这个事情上犯糊涂 就连李大人 都看出来果果要吓人了 你 真的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吗 师父啊 您有什么话就直说呗 那你可听好了 我想把果果啊 请问 是顺天府同派王大人吗 快请进 在下九门提督府从事 陈李延 陈从事 找本官何事 奉大人之命 请王大人过府一叙 陈从事 还请投钱带路 请 等等 你就这样去见提督大人哪 起码也得换一身 像样的衣服啊 陈从事 不介意多等一会儿吧 不碍事 师父啊 您喊我来果果的房间 不会就是为了 让我换件衣裳吧 当然还有别的事 你就不想想 头几天你刚把提督大人的毒子给抓了 这万一他要问起来 你该怎么回答呀 当然说 秉公办事了 我说啊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 就不能圆滑点 那行 我试试 顺便说一句 这件衣服啊 是果果亲手给你做的 让我交给你 卑职顺天府通判王承霖 叩见提督大人 快起来 不必多礼了 赶紧坐下 你也退下吧 前几日 王大人跟犬子有些误会 请大人恕罪 卑职并不知道 犬子啊 平时顽劣 本官官物缠身 属于管教 幸好有王通判 对他小失惩妾 本官还要谢过王大人呢 卑职惶恐 今天咱不说这事 那大人今日叫我来 所为何事 顺天府今天办了一个自杀案 对 死者名叫袁德满 对 就是这个案子 怎么样了 此案尚无定论 李恒大人认为是自杀 但卑职认为 此案另有蹊跷 有哪些地方 让你值得怀疑呢 死者身下 发现了一封血书 内容十分可疑 而且 并非袁德满本人所写 另外 自杀的地点也很蹊跷 也没有发现遗嘱之类的 等等诸多疑点 在他家里有什么发现吗 因为没有嫌疑人 对方家属也比较配合 所以我们并没有搜查他们家 王大人 我们也别光说话 也尝尝我们提督府厨子的手艺 那我敬您一杯 好 来 尝尝 请 大人 把王大人送走了 好 你去圆德满家 把那个账本给我拿回来 是 真的 还有一点 那一刻 躺 think 真的 我扶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先把另外一个账本给我拿回来 是 这就去办 快 把门给我打开 陈大人 陈大人 您上次来书我跟您说过了 谢大爷真的不在 你看这门还锁着呢 少啰嗦 我可是代表九门提督府来的 你要是不开门 致你妨碍公务之罪 陈大爷 陈大爷 您别生气 我马上开 马上开 嘿嘿 这 掌柜的 不好了 掌柜的 出事儿了掌柜的 什么事儿了大虎小教的 出大事儿了掌柜的 喊什么喊 来了 掌柜的 掌柜的 什么事儿如此慌张 死人 封锁客栈 是 小鬼 你干吗呢 怎么了这次 怎么这么多血啊 你捡到手了 呸 尖是捡你的手 这可是我特制的唇枝 懂吗你 唇枝 你去腌制店买一个不就好了 我做的唇枝 虽然做工比不上大作法 但我这个配方可是很独特的 你给我看看 这也没什么独特的呀 你闻闻 有药味儿 我放了许多药材 我经常去武座房 得多弄点药材 在嘴边 对了 你说武座房我想起来了 你以后啊 王大人 有人报案 说发现一具死尸 经过我在现场的勘查 发现是一起虚语谋杀案 走 我们马上去现场 去看师父 好 这个味道 怎么会没有人发现呢 小二说了 她在这儿包了许多间房 平时门窗也都封起来了 应该不会有人注意到 师父 把她衣服解开看看 毫无疑问 这 就是致命伤 用补条塞住嘴 让死者不能喊叫求救 然后一刀刺穿心脏 手法相当专专 尸虫 是啊 尸虫 略见变色 已经进入勇气了 一般来说 有伤口的尸体 当天就会有虫卵 看来 他已经死了四到五天了 肩膀已经脱臼 手腕 膝盖 都已经断了 看来 这凶手的行凶手法极其凶残 与死者有极深的积怨哪 是 关大哥 我看这血迹 总觉得有点不太对 咱们俩再把这个房间 仔细搜查一下 是 是 铁都大人 起来吧 让我猜猜 又死一个 是 谢玉群被人杀死在客栈里 那账本呢 客栈的人去顺天府报案 我赶紧就离开了 你知道 人和毒的不同吗 还请大人明讲 毒药品质越好 用的材料就越复杂 而且毒的方法就越少 而人地位越高 需要处理的关系就越复杂 而心腹的人也越少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心腹 大人的治愈之恩我 闭嘴 当初你投靠我 我看中你武功高强 警明能干 又把你培养成我的心腹 你倒好 给我领了一帮废物 我早跟你说过他们是累赘 就因为那帮废物 我的把柄落在别人手里 真想让你们尝尝我的毒药 大人息怒 在下一定把杖本追回来 现在你给我办好两件事 一件事 找到针对我的人 傻无赦 还有你的帮废物 马上给我处理掉 一个不留 是 至于顺天府 刘悦现在身间佐都玉使 最好不要动 但如果那个通判碍事的话 就让他尝尝这个 宣伟 这枪也得不顺他 对应不能 你也得不顺他 难道吗 这枪也得不顺他 位置他们的败子 乓家 好喝 最高的 主持人 不断了 一人看右肩是 来看泪 一人看住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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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看住灯了 三人看住灯了 三人看住灯了 好喝 来 赏泪 油水 赏泪 好喝什么呀 你要什么 我都给你 是不是谁抓了你 你就什么都招了 陈大哥 我就这点骨气 所幸的是 我知道把东西 藏在不同的地方 我要是不把那些东西藏起来 恐怕我早死 所以大哥 你一定得好好保护我 咱们兄弟几天不见 你就跟我说这种话 你放心 我会好好保护你的 我不是让你去杭州 送八言贝勒了吗 你也知道他的脾气 他想一个人一路玩到杭州 想我碍事 把我打发回来了 没想到老杨和老谢已经死了 我这几天一直藏在 最春楼齐齐的房里 你还逛窑子呢 大哥 你想 鸡院那种地方 白天网山人那么多 凶手不便行凶 你听我的 这几天除了我之外 谁也别见 还有 我一定把他们活捉回来 咱们给他千刀万剐 李大人 李大人 快把原都满身边的那封血书给我 那个案子 不是可以解案了吗 我刚刚在凶案现场找到了这些 你看 这些应该都是凶手 模仿张顺的字迹写下的草稿 有可能还有更多的人被杀害 所以说 之前的那个案子 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自杀或者谋杀 而是连环杀人案 急什么呀 那我拿给你就是了 我拿给你就是了 大人 客栈的掌柜 小二还有张顺都已经带到了 先在堂下等着 找 李大人这次还要一起审案吗 不了 一会儿还要出去办事 好 草民 叩见大人 今日指示官案问询 并非开堂审案 都起来吧 谢大人 殿小二 本官问你 是你第一个发现死者的吗 是小人和九门提督府的陈大人一起发现的 不过等官差来的时候 陈大人就不见了 陈大人 哪个陈大人 这个小人可不敢打听 只知道他姓陈而已 那死者是你们店里的客人 他的名姓总该知道 是是是 这位客人是店里的贵客 在我们店里住了好几个月了 是布庄的掌柜 叫谢义群 什么 死了的是谢义群 你确定吗 张顺 这谢义群你认识 大人 此人是我们东家的朋友 小人也想起来了 原爷经常回来找谢大爷一起出去吃饭 掌柜的 你们这几天 可有发现什么异常 特别是这个谢义群 大人 这位谢爷本就有些古怪 三十好几的人了 也没有要娶妻生子 也不知道有没有宅子 有没有家 总是在我们店里住着 平时也不让我们进去伺候 也就见怪不怪了 住店的客人 你们都有登记吧 都有登记 关班头 在 带他们回客栈 去把登记的册子拿回来 是 大人 张顺 你随我来内堂 是 师兄 你可回来了 这里是内堂 这是我师妹 你不必拘谨 快请进 原来官府内堂 是这个样子的 是啊 跟平常人家的书房差不多 每个读书人 都希望有朝一日 能在这样的地方办理公案 可惜晚生家境贫寒 抄书的地方 是家母切菜的案板 那你写的字 肯定是蒜味的 姑娘真会开玩笑 我这个师妹啊 心直口快 你不要见怪 那你们先聊 坐下说话吧 你看看这些血书 这信是大人从何处得到的 从谢雨群的凶杀现场 应该也是凶手 模仿你的字迹 写下血书的地方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模仿得这么像 此人不简单呢 可就算是模仿 也应该由你的字迹 做参考吧 东家跟谢老板之间 也经常有书信联络 也是晚生待避的 可我在房间里 没有找到书信 可能凶手 就是想要拿到那些书信 和账本吧 此话怎讲 其实京城里很多大生意人 都会替一些高官作账 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这么说 你的东家 还有谢雨群 也替那些高官作账 惭愧 有些账目 还是晚生亲笔做的 那你可知 你的东家 都给哪些高官作账 这个 有关东家家眷的安慰 我只是希望 尽快抓到凶手 知道他们 给哪些高官作账 这个对破案很有帮助 还望你如实告诉本官 大部分 都是给九门替督府做账的 如你所说 两个案子里 现场并没有发现 账本与信件吗 是的 只是发现了一些血术而已 大人 似乎对本案 非常关心嘛 实不相瞒 此者与本官 多少有点关系 所以希望你们顺天府 不要太多设计此案 属下明白 只是 暗说无妨 顺天府的通判 王成林 王大人 不太服管教啊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自有安排 明策我就先拿走了 多谢二位的配合 告辞 告辞 感知 办法 Alberto alert 好 你 没 满 別 着 门蹄督通过袁德满的范桩 谢雨群的布桩 把军备费一部分据为其有 婉生不敢言明 希望大人理解 我理解 九门蹄督大人的威风 我也领教过了 你们东家也有诺亲的账本吧 是 快带我去拿 王大人 明册 先放桌上 跟我走一趟 找 杠本不见了 什么 检查一下 关班头 看来 这个凶手果然是针对这些账本啊 我都检查过了 这里没有被闯入的痕迹 张顺 你们府上 一共有几个人知道这黑帐的位置 我们东家之前立过规矩 这个帐房除了东家和我以外 就连竹木也不得入内 那帐房的钥匙 平日里有谁来保管 只有东家和我有 谢玉群近日可曾来过你家 从未见过 好吧 今天谢谢你的配合了 那我们就先走了 好 我宋大人 快 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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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看来 这谢玉群和袁德满不仅认识 而且都给九门提督做黑帐 凶手应该就是针对这些黑帐的 那这案子可就太大了 那谢玉群一共租了几间房 整整一排 那他平时是不是就只住其中的一间 大人 大人 您怎么知道 这就对了 您说什么对了 他租下一排房间 不是因为他怪 是因为他要藏东西 走 我马上去 他说是因为他要藏东西 他要藏东西 我马上去 他要藏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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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天否办案 请速离开 别看了 别看了 快走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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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就是这里 把门打开 有人比我们先来过 快 封锁客栈 我们去另一个房间 所有人听令 封锁客栈 你们几个 跟我来 是 是 上 什么人 你们是来找账本的吧 你是什么人 爱着面具的人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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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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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師傅 醒了 昌蓮 你可算醒了 師父 藥 先把藥喝了 來 師父 我躺了多久啊 你都躺了兩天了 他們用的是什麼毒啊 是烏頭毒 怪不得這麼快就毒發了 你的魚毒未清 先別 不礙事 師父 我終於發現了兩名死者之間的聯繫 原來他們兩個都是給九門提毒做黑仗的 這兇手 肯定也是針對這些黑仗的 你先別想案子啊 好好休息 事關人命啊 關大哥 王大人找到沒有 王大人家裡都問過了 整整七日 他根本就沒有回過家 一定要想辦法找到他 他有可能有生命危險 王大人 你放心吧 你好好養身體 我這就去安排 拜託了 好了好了 先躺下 我沒事 爺爺 爺爺 師兄怎麼樣了 已經醒過來了 成林種的毒是一種特製的毒藥 主要成分是烏頭毒 但餘毒是什麼成分現在還不清楚 特製的毒藥 就是多種毒藥混合後所發生的變化 那師兄有沒有生命危險啊 暫時還沒有 不過我擔心有可能隨時會復發 你怎麼起來了 我得去尋找汪大年的下落 你身上的毒剛好 有關奔頭在找了 先吃點東西吧 也好 真好吃 你以後別去武作坊了 那裏面的味道都把你的廚藝給毀了 那你以後也別這麼拼命了 我不拼命怎麼辦案子啊 你都中毒了 萬一毒標直接打到咽喉呢 我知道你是擔心我 我這不沒死嗎 而且師父把我治好了呀 這個案子 連九門提督府都牽連進來了 咱們能不能不辦了 我一定要辦 那怎麼才算辦完 有那麼多案子 還需要順天府去辦 你非抓住這個案子不發 你不理解 有些案子我不能放著不管 把兇殺偽造成自殺的案子嗎 對 一旦遇到這種案子 我就必須知道兇手是誰 我必須出現在他面前 讓他親口承認他就是兇手 說白了 你不就是放不下你父母被判定自殺的事嗎 別人這麼說也就罷了 羅小果 我再跟你說一次 我父母不是自殺的 他們是被人冤枉的 他們是被人陷害的 師兄 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師兄 師兄 我不是故意的 都怪我 師兄 你醒醒了 你怎麼了師兄 師兄 班頭 班頭 我看這天氣要變天呀 要不我咱回去交差吧 班頭 王大人為了這件案子 險些送了性命 你說咱們能不認真嗎 你們都給我聽好了 給我挨家挨戶的仔細去查 要是查不到 聽到三更羅響了 才能回去 知道了嗎 知道了嗎 知道了 沒吃飯是吧 我要是聽不清楚你們的回答 今天晚上 你們也就別回去了 知道了嗎 是 知道了還不快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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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可來了 你知道嗎 現在滿大器的牙醫都在找我 你得重新給我找個地方躲一躲 牙醫有什麼好可怕的 繼續住在這裡 那萬一兇手要是來殺我怎麼辦 我也住進來你怕什麼 難道你想躲一輩子呀 行 那去聽你的大哥 對了 你把東西藏在什麼地方了 大哥 您放心 藏的東西是我的強項 任何人都找不著 好 好 官爺 官爺 什麼風把您吹來了 您這是替誰辦喪事呢 去 我這不是挨家挨戶找人 找到你們這兒來了嗎 您到底打聽誰呢 汪大年你認識嗎 汪大年 認識 這獨城老闆呢 前兩天還跟我這兒打了口棺材 這不訂好了存著的嗎 那他人呢 這個我真不知道 行 那你忙吧 羅師傅 王大人呢 在下有事禀告 成林的情況不是很好 他體內的餘毒復發了 你有什麼事啊 還是等他醒來之後再說吧 那王大人現在沒有大礙吧 提督大人 你匆匆把我找來 所為何事啊 王大人 今天請你來 有一事相求啊 你我同朝為官 有話直說 今天 京城順天府管轄發聲良起命案 此凶手作案之凶殘 令百姓不安哪 若不及時將凶手捉拿歸案 恐怕猶辱律法之尊嚴哪 那提督大人的意思是 我九門提督府想辦理此案 還請馬大人 轉達給刑部尚書大人 提督大人所言即是 我一定把你的意思 轉達給刑部尚書 提督大人 好 劉大人 劉大人 你怎麼來了 馬大人也在 那正好 我有要事要辦 得趕回刑部 那就失陪了 告辭 告辭 馬大人慢走 劉大人 請坐 好 我劉某有一事 要和諾親大人商議 大人請假 劉某不才 我身兼順天府府議 這聖上的意思呢 要在順天府內部 提拔一名官員 這可讓劉某太為難了 府城 楊俊已調任他之 剩下的一個至中李衡 是在下的學生 通判王成林 又是青年才俊 這兩個人 本官都見過 本官認為 李衡可以堪當此人 諾親大人 能夠看得起在下的學生 在下實在受寵若驚啊 只是 在下希望 以血疏連環案為參考 以此來衡量二人的能力 所以還肯請諾親大人 此案繼續由我順天府來查辦 好吧 既然劉大人決定了 那下官鼎力相助 嗯 世兄 你快醒過來好不好 我知道我錯了 明知道你身體不好 我還這樣氣你 每次你那麼拼命辦安 我都擔心是 我們最後一次相見 我真的知道錯了 我答應你 只要你醒過來 我以後再也不氣你了 好不好 這丫頭 又再談談那悲不拉基的曲子 怪不得現在那沒找到相好的 不是說有個張順公子 經常在他那兒過夜 過啥夜呀 你看看他名字起的 清寒 量不拉基的 誰願意找他呀 呸 你就沒什麼惦記著吧 左一個清寒 又一個清寒的 沒什麼 我看呀 你就是吃不到葡萄 說葡萄酸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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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谁 怎么了 琪琪 吓死我了 好凶的一个人 爷爷 找到解药了吗 根本就查不出其他成分 制毒人是个高手 如今之际 也只能用一些常用的解药了 可是如果用药不对 岂不是害了师兄 虽然瑜伽 已经侵入了成林的经脉 但 如果能用到有效的解药 哪怕只一点点 也会起到良性的作用 小果 这就是良性反应 果果 昨天你给他吃什么了 没什么呀 我想到了 是这个纯枝 对呀 你特质的暗枝也有扶正顾本的作用 我 我拿唇枝给他冲水喝 我 关大哥 王大人 您醒了 嗯 捡回了一条命 您这嘴怎么这么红啊 关大哥 有正经事你就快说 师兄刚醒 还要休息呢 哦 我打探消息的时候 听棺材铺的老板说 汪大年去他那儿买过棺材 掌柜的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但是我听大街小巷上的传言 说汪大年好像躲在醉春楼里 又是醉春楼 这消息查实了吗 醉春楼不好查呀 不好查也要查 另外 注意一下岳姑娘 岳亲寒姑娘 对 此案越来越复杂 我怕岳姑娘会牵扯进来 有生命危险 你先管好自己的身体 再去想别人的安危吧 好吧 那就有劳关大哥了 好 关大哥 小果 关大哥 你怎么来了 关大哥 师兄不是让你 你打探传言虚实吗 你就专心做这个 保护岳姑娘的事情啊 就交给我了 这是王大人的意思 是啊 行 那我问问他 关大哥 你就让我帮帮忙嘛 天天在家待着多无聊啊 你这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 你这是吃醋了吧 谁吃醋了 是 关大哥 呢 你静瞎说 放心吧 王大人对岳姑娘绝对没有别的意思 那纯粹是为了案子 谁知道他动没动别的心思 唉 这醋味都快把我熏晕了都 关大哥 你说什么呢 行吧 那咱们俩一起保护月姑娘 好 走 走 半斧 半斧 暗默 分月 那里 关琴 咱们只是想想想点 自圣 sag 顺哥 你听他传言了吧 我听说了 汪大年就躲在最上楼里 我这两天才知道 原来他就躲在我隔壁的雅间 真是天主我也 今天晚上我就动手 顺哥 最近有个特别凶的人来找他 我想消息传出去之后 他还继续躲在最上楼 这里面可能有鬼 就算真的有埋伏 以我的功夫 想逃跑不难 而且现在我也只能铤而走险了 胜埋伏的人肯定就是幕后的主谋 谁 罗姑娘 顺哥 你认识他 他是王大人的师妹 把他抬进去吧 胜要和其他人 大人 你 别杀我 你却有张牌 我黑眼 我对九门提督的黑张 没兴趣 那你何必够我们过不去 你还记得张通吗 他知道 他知道当年张通的事 你 师兄 不好了 怎么了 我发现张顺可能就是凶手 而月姑娘是他的帮凶 他今晚要去杀汪大年 什么 我给他帮他 我给他帮他 啊 我就算作怪 也不会放过你 快追 是 顺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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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大人 求求你 求求顺哥 我求求你了 顺哥 你醒醒啊 是 大人 属下无能 三本账本都落入王成林手中 但是杀手已经被我杀死了 你这个废物 什么都给我办不好 我担心杖本 落在姓王的那小子手里 会给我惹出大动静来 属下该死 待属下伤愈之后 去申天府杀了王成林 把杖本取回来 行了 行了 下去疗伤吧 也弄得一地血 是 岳姑娘 我在张顺身上找到一封信 是写给你的 是写给你了 信上的内容可否告知本官 顺哥 他说如果遇到不测 就让我用这些钱给自己赎身 他没有说别的吗 事到如今 你还知道些什么事情 还望你如实告知本官 我知道的并不多 那他又告诉你 他为什么要杀人吗 为了报仇吧 我只是曾听他说过 他哥哥曾是陆营的靶总 因为被人出卖 他哥哥跟五百名手下 被敌人全杀掉了 所以 袁德满 谢雨群和汪大年 就是出卖他哥哥的人对吗 他是因袁德满酒后失言 才得知当年出卖他哥哥的 有四个人 四个人 除了袁德满他们还有谁 顺哥也一直在查 啊 我 他 我 我一定找到第四个人 将真相告白于天下 王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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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昨天定的那棺材 我连夜给您打好了 老家 王大人 您还少我十四两银子呢 这只是棺材钱 还有七根银制的子孙钉 每根钉子 我是用了二两银子打的 我呀 也只收个成本 我今天没带这么多 没事 等哪天 什么时候您得扣 您在什么时候给我 行 王大人 说起这钉子呀 我倒是想起来了 前些日子您不是让关头找那汪大年吗 嗯 听说他也在你这儿打过棺材 是啊 可人很奇怪呀 他买棺材也不问合适不合适 就随便让我找了个结实的 他说存我这儿 他一下子买了十四根银钉子 他走之前 起着咔嚓自己都给定上了 老板 他买的哪一口棺材 哦 就那一口 能帮我打开吗 行 怎么 啊 我 大人 卑职代礼顺天服饮期间 共解决了三十二戒 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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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职有集市 需要调阅兵部的兵级册 我这就找人帮你联系 拔走张通 乾隆二十年 领陆营军五百出征 遭夜席 全军覆没 这个张通就是张顺的哥哥 对 四个人腰牌上的兵级 都在陆营军 二十年被派给了张通 然后 标记了阵王 成林 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发现说不上 只能说是猜测 你说说看 五年前 把总张通在进军途中被出卖 遭到夜席全军覆没 假设 就是这四个人通敌卖国 他们回到京城之后 改名换姓 在京城置办产业 机缘巧合之下 张通的弟弟张顺 进了袁府当管家 得知当年这四个人通敌卖国之事 他查到了这三个人就是 谢一群 袁德满和汪大年 那另外一个人是谁啊 张顺到死都没有查到 不过 卑职现在有一个猜测 是谁 陈丽严 李大人 免了吧 刘大人在吗 回大人 刘大人不在府里 我看 王大人也没在啊 王大人早已离开多时了 忙去吧 是 来来来 我一会儿出去办点事啊 今天晚上全都没看见我 知道吗 是 去吧 记住了啊 卑职王成林叩见提督大人 你这次来 所为何事啊 卑职想请提督府从事陈丽严 去一趟顺天府 协助一宗案件的调查 行了 行了 明人不说暗话 你三分五四与我作对 对你有什么好处 卑职秉公执法 并非为了个人好处 也绝非针对诺亲大人 我知道你弄到了几本黑帐 关系到我身上 但是你又没有人证 所以希望我的心腹为你做人证 想扳倒我 这样的伎俩未免太儿戏了吧 既然大人不信 那卑职就与大人做笔交易 起来吧 出来听听 只要大人将陈丽严交给卑职 卑职便将账本归还于大人 如何 大人 你先下去 你先下去 王大人稍后 我有事去去就回 提督大人 李大人 王成林可在府上 在府上 怎么了 那个陈丽严 原来是多年前 陆云军突然被袭全奸的通敌罪人呢 另外 王成林也向刘业大人求援了 大人 您早做安排啊 我知道了 那备职 就先告退了 好 好 好 王成林 你串通他人 诬陷感官 来人哪 在 提督大人 你这是为何 这是为何 你心里清楚 给我拿下 是 走 大人 快点 大人 走 提督大人 大人 左都议使刘悦 带着一批人 正在府外求见 就说我正在更衣 待会儿请他入府 是 诺亲大人正在更衣 请稍等片刻 大人 免了吗 你身上有伤 这次找你来 还有件急事 需要你做 大人您吩咐 近日王成林前来 以账本要挟本官 已经被本官打入监牢 但没有足够的证据 把他正法 需要你掠施手段 除掉我们的心腹大患 属下这就去办 等等 这是我密制的大环弹 阵痛不弃 剑销极快 你赶紧吃了吧 谢谢大人 我再给你派两个亲兵 这次千万别再给我出什么差错 大人 我一人聚即可 请您放心 这回不会出任何差错 不用正直了 你赶紧准备吧 是 大人放心 我们知道了 陈从事 诺金大人对你们说什么了 没什么事情 这么晚了 还有什么人来替都府 不知道 陈从事 办事要紧 走 刘大人 刘大人 要见提督大人一次 可真是不容易啊 哪里的话 这天色一晚 我早就躺下了 知道刘岳大人要来 才赶紧起来更衣的 那刘大人请坐 不坐了 嗯 顺天府王成林那小子 是不是拜见过诺秦大人 你说那小子啊 他作是鲁猛 目无上司 跟我向来不对付 白天是来找我 我没见 是这样吗 是啊 刘大人此来所为何事啊 我此次而来 是为了贵妇从事陈立言而来 哦 那小子 你没犯了事 让我关起牢房了 还请诺秦大人 给我督察院一个搏命 让我将陈立言带走 好吧 我直接让人把他带来 交给刘大人 不必劳烦他人了 嗯 你就是陈立言 正是在下 你把王成林关进牢房里 派我去杀了他 还骗我吃下你的毒药 你是想让我俩一起死在牢里吗 大人 他说的可是事实 你派胡言 这些年我跟着你忠心耿耿 如今你想要毒死我 我要知道你出卖大兴将士 早把你碎尸挽断了 你无非是怕我落入他们手中之后 把你这些年见不得人的事说出来吧 你要干什么 我要杀了你 来人哪 来人哪 小谷 你怎么来了 师兄 不好了 出大事了 不许过来 再过来我就杀了他 不许过来 王高大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恭喜叶姑娘了 王大人呢 他 这阵子都盲疯了 要帮刘大人代管顺天府 还要处理礼衡被罢官后留下的一大堆烂摊子 那就劳烦罗姑娘帮我转告给王大人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